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2日 首先要對我們的社長雷文王 大家好 澳洲真bc 好和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紐世蘭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蒸香煲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今天對很多黃人來講 支持港台節目的人來講 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日子 為什麼?因為之後 他們可能在YouTube 隨時見不到他們的偶像 那個短短的連續劇 《太后與小豪子》了 嘩,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都知道 YouTube對於一條片放上去放多久 是沒有上限的 而港台本身呢 其實他們一貫以來就有一個規矩 在他們自己的網站 就是說 逢卻放了一年的節目就會刪除 即是說一年365日 366日 擺過了那個日子的就刪除了 現在他們就說了 我們一向就把那些節目放在YouTube 就是沒有時限的 現在就要跟隨港台網頁上所做的事情一樣 把擺過超過一年的節目在YouTube頻道那裏移除 對,Facebook也是一樣 這樣說 其實就是一貫的做法 就是12個月的節目重溫 就是這麼多了 一聽到所有的人就在那裡吵 最重要的當然是他們的港台公會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公會就說 不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這些片段不僅是同時的心血 還有關於香港的歷史 有些專題記錄報道 著民生的變遷 有保存的價值 你現在一刀切 斬了只是開一年之內的節目重溫 實在是太可惜了 這個公會更加說 YouTube、Facebook這些平台 根本它都沒有限制你 根本就沒有必要要這樣做 是不是? 對於現在我們這個電台電視來講 Contents是最重要的 只要繼續分享出去才有影響力 現在你這樣做 基本上是開到車 你更加有些學者走出來說 現在港台你這樣做 很令人懷疑動機 是不是你們覺得過去那些節目是十分睹眼睹鼻呢? 那到底是什麼節目呢? 當然很多人就在這裡說 那些是什麼節目? 當然是 首先當然是關於2019年黑暴時期走出來的那些 說721、831那些節目 另外更加多的是所謂頭條新聞太后與小豪子這些節目 不止這些節目的 這篇文章就將一些比較有爭議的節目才拿出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的 港台 港台一貫的做法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網協的做法 過了一年之後就刪除 現在把同樣的做法放在YouTube 我個人覺得就看不到什麼問題了 第二就是 並不是針對一些特定的節目的 所有節目都有這樣的政策 現在只不過是把這個政策延伸到YouTube的頻道 我個人就看不到什麼問題了 也看不到什麼針對 如果不是的話 那為什麼不直接刪除那些督眼督鼻的節目呢? 他認為督眼督鼻而已 港台又沒有認為督眼督鼻的 只不過是把同樣的政策放在YouTube 是不是? 那當然啦 那些黃友就說 啊!西太平地呀! 好明顯呀! 就是呀! 要搞我們啦! 小豪子好慘呀! 喂! 請訂閱Patreon! 請訂閱Patreon! 是啊!小豪子和他的 可不可以叫師父呀? 就是太后啊! 吳智森呀! 吳智森呀! 其實本來呢 自己也跑了出來做過頻道的 那就不說什麼名字了 不幫他買廣告了 啊!後來好笑呀! 居然兩個拆火呀! 小豪子一個頻道啊! 吳智森一個頻道啊! 是不是覺得 跑了出來 分裝不均呀! 因為這兩個人啊! 倒是有手 人家說我們啊!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別人的啊! 吳智森呀! 我忘記了啊! 是啊!我忘記了啊! 阿Sir說這樣說我們啊! 阿Sir!對不起啊! 人家說我們分裝不均呀! 你又說人家分裝不均呀! 好像不是很適合啊! 真B師! 你一身散那個人啊! 散向那個施策呀! 我們六個人都是三個頻道啊! 他們一人一條頻道啊! 雖然我們也有小桌子啊! 我們小桌子都是說自己的東西啊! 但是他們本來是一起做政論的啊! 那現在老鬼心啊! 這個 老鬼心啊! 吳智森就自己出來啦! 當然有Patreon啊! 各樣的 什麼曲什麼曲都有啊! 哈哈哈哈 那小桌子也有自己的頻道啊! 那其實 說洗太平地啊! 那其他的節目是不是都是洗太平地啊! 根本就好像台湯這樣說啊! 是對你有益的那些就是講你自己的那些啊! 是不是啊! 還有 那他就說啊! 有報道就說啊! 哎呀! 高層啊! 總提示員工啊! 自己要保留節目啊! 那自己back up有什麼錯啊! 你自己想保留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back up了! 其實個個都想做員工啊! 現在你知道嗎? 員工啊! 那為什麼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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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其實呢! 他們就說啊! 有什麼節目呢! 是 叫做啊! 他們覺得是洗太平地的呢! 就是呢! 蔡玉琳製作的 一集《亨槍集》 我們經常叫《亨槍集》 其實是《亨槍集》 就是721谁主真相 蔡玉玲之前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查车牌被控作虚假陈述 这样是罪成的 其实这一节所谓721谁主真相 就是在去年7月13日播出的 另外一集就是721 就叫721元朗黑夜 这么熟悉的元朗黑夜 有点像柳爆光那本书 是不是先帮人买广告 我觉得有嫌疑 这一集节目就是 2019年7月29日上架的 还有已经停播的头条新闻 最后一集就是去年6月19日播出的 这些目前可以在YouTube随时重温的节目 他们当然说 你要下架是否等于 要搞定我们 西太平地 第一 我觉得这些节目很偏颇的 在历史上 如果你放上YouTube 就是留的历史 是不是有人不断地看这些偏颇的新闻 我觉得不应该 当然了 有些网友 老潮也有说 港台现在已经沦迷这个什么什么喉舌 喂 打牙 英圈 其实是这么说的 港台立台之初就像BBC那样 你说BBC用喉舌呢 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污衊的 其实就是 应该是它的声音 BBC当然是英国政府的 somehow来说 都是代表英国政府一种意志 是不是 你港台应该代表政府意志 怎么知道你倒轢回来的 是不是 当然了 小马大帮忙 其实这些公共广播机构 做很多事情的 都会骂人那些 不过 是 都会的 BBC都会 但是就是小马大帮忙 就不是好像港台那样做的 港台这样做 其实就不是很合适的 就是老闆出粮给你 你都可以向老闆提出一些批评 但是你接着说 老闆 你是不是应该给老闆的位置给我做 真正当面骂老闆 老闆你走啦 你不应该再追求老闆 老闆 是啊 所以其实 其实它是炒作而已 真心地说 删的节目不单止是你 你肯定是将你 将你有利的那些出来说 说这些就是政治打压 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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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说去就是那三幅屁 是吧 小豪子那你就自己复制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的 你喜欢自己的节目 你自己又有个YouTube频道了 试试放在自己的频道 将复制了节目 接着就下 看看可不可以 会不会被人删除你 不要紧要的 录完又录 录完又录 录像我们这样 之前有人说 哇 你有没有搞错 一首丁力的故事 你已经讲过三次了 被人浪败了 不是 我是认网友要求 我才讲而已 是啊 如果网友说不听 我还没说 那有些人来留言 哇 搞错 一条片 一样东西 一个故事 你讲三次 骗三次钱 这样 死了 留言 你骗钱 大哥 我说三次是真的讲的 是真的讲的 还有浪费气 我们没有钱 不用钱的 是资金的 骗什么钱 真的 生日气整天是黄标的 你看到一个广告 这只是奇迹来的 怎么跟小豪子呀 鬼老师 你去patreon 我都想打一只鱼来神掌出来 我都想修炼鱼来神掌 是啊 放下车 是啊 拜四角 我们拜四角 是啊 是啊 我都想啊 那其实呢 说回吧 中新闻亦都报导 今个星期 已经播了一集的 以事论事 原本邀请 中大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李立峰 还有资深传媒人 陈景祥 以及 这个研究大数据的顾问公司 创办人 王杰威 讨论怎样 分辨假新闻 假新闻其实很容易 香港两大报纸都很多的 你不用担心 总之两大报纸里面的新闻 九成都是假的 可能日期是真的 那些新闻可以看到一只牛都可以说是对这个人的思念在那里流泪 这些节目我觉得都是正面的 教会给公众知道怎样分辨哪些是假新闻呢 做多些这类的节目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至少带到一个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公众一些教育意义 港台做多些这些有教育意义的节目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港台就因为过去有几条牟尼 就做一些很偏颇的节目 就应该要接了他 接了港台的总说法我觉得就不公平了 他们想接了台然后别人听他们那些企业的频道而已嘛 是啊 他特意这样的 那些企业的频道其实严格来说比那些 港台的节目更加偏颇的很多时候 港台现在修正了了其实 修正了 是啊 修正了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有很多东西不用说要剷掉他的 修正了就是了 就是不断炒一些危议题 其实有些人现在留意到的 他们政府做什么他就要说到最极端 迟些就会有人出来说 哎 我要封城十日这样的了 香港一定的 封城十日才可以完全解决这个 十九传播社区传播的问题 封城十日? 不用做啊? 哈? 不用搵食啊? 如果是你封的话 到时候那些什么仗余人那些 哎呀 很惨啊 没得搵押了 那说回刚才说的 他们也是他的 是啊 那这个以事论事本来 为什么说已经是修正了呢? 根据刚才有位 有位所谓的顾问公司创办人 王杰伟 他就跟一些黄媒说 就说 谁知道 录影前三个小时 我们才收到通知说 节目转题目要录影要取消 后来他才知道 节目原来是加了一个建制派的嘉宾参与讨论 有什么错? 这就对了 持平一些嘛 是啊 两个人都有才对的嘛 难道你都说了? 哈? 哈? 真是 他们当然想啦 是不是? 哈? 哈? 现在两边都是想的 有些人呢 他觉得要消灭了那些黄友的声音 但是你没得这样的 其实一个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 嗯 你只要他那些声音不是犯法 或者鼓吹一些犯法的行为 你要让他在那里 是 最多你不听 最多你不听 做个气氛出来 证明这个社会是公平地看上去 起码可以掩住他们那把口拿 我有请你们的 不要说我骗杀你们的声音 其实两边都应该是 是要推些人出来去讨论的 那当然了 说回刚才的黄杰伟 因为原来他也算挺厉害的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厉害 因为曾俊华其实就请了他做这个 当时特首选举的时候 曾俊华就请了他做这个特训师 就是帮他特训辩论技巧 不说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黄媒就说 哎呀 为什么你加个建制派进去 那两边都有声音才公平 那你讨论了之后 道理在哪一边呢 那观众就去讨论了 是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 真理越变越明 不是呢 刚才说的他不是有一个节目的 叫721元朗黑夜 原来真的和柳俊刚那本书 柳俊刚那本书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为了被验是吧 是不是应该改一改名好一点 人家会问你是不是帮柳俊刚买书 虽然柳俊刚现在也很梅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呢 都是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名字呢 改一改会好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 柳俊刚刚刚刚刚又有一宗案判了 好像跟别人讲手 老婆一起吃饭的人讲那一首 六六滴 他老婆说不是 他怎么做事 就是了 平外和解 他记忆是 是啊 他还说 他生日 前几天 他就说 他的生日 就是知道自己很多负面的新闻 恭喜 现在才知道就好了 都算是好的 有些人一直不知道自己很负面 那些人就更愚蠢了 是啊 是啊 无论怎样都好 现在好 好在 是慢慢整顿港台的 使港台有一个 很偏颇的 高度政治化的情况 变回做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 的情况 做回他应该做的事 绝对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了 是会引起一些人的攻击 因为政府强大 有些人找不到食 是啊 至于节目会被删除 这个根本都不算是什么问题 只不过是按回 跟回港台一贯的 对节目的安排的做法 是不是 是 港台呢 是 港台的回复 对于有些传媒的回复 他是这么说 港台节目的内容 和播放安排 属于内部编辑的事 不会作个别评论 根据香港电台 约将港台编辑自主 希望各界尊重 港台的编辑决定 是的 嗯 其实是回归理性 绝对是一件好事 好事来的 慢慢慢慢整理好所有东西 当然 绝对是希望 嗯 是 好了 今次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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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